泪之外 觉得那个手啊 后来好像不是自己的手 不是会觉得好 就是好紧好紧 就是会有那个摇手的感觉 再不然就还是有时候 甚至好像会 好像有点脱皮的一个现象 像那个其实这些妈妈 我觉得她们真的很辛苦 但是真 我们家自从用了 这样子的一个肥皂啊 我真的是很感谢 非洲这一块土地 因为这个肥皂啊 带回来现在 我太太 包括我自己本身 都不需要戴手套 不需要戴手套 所以今天直接就这样子洗 都没有问题 对 你刚才听到说 手为什么会紧 那就是用一般的 这个清洁剂的时候 忘了戴手套 脱皮的 这个常常都会有 对 今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天然的罩 在这样洗的时候 不需要戴手套 感觉很轻松 对 加蜜味已经好了 对 这么快 你看 这感觉洗过得 好像抛光过的感觉 对 来 我们来两边稍微比较一下 大家就知道它差别在哪里了 你看 有没有 有没有 洗过跟没有洗过差很多 连小朋友都可以洗这么多 对 而且其实这个锅子这样子烧成这么黄 是非常难洗的 对 这个是非常难洗的 你刚才洗过以后会发亮 刷过的位置 对 用这个乳木裹油灶 这个清洁灶 清洁灶去处理的时候 哇 颜色就差别很大 而且我只是轻轻的刷 是 一点都没有费力 对 我就这样轻轻的 然后就这样刷而已 一点都不费力 好 那我们的眼言呢 它上下左右里 连里面都刷了 妈妈帮忙检查一下好不好 可以试试看吗 是 妈妈也来试一下好了 好省力喔 对啊 轻轻松松又爽 我们是不是一样的用这个 我们旁边的这个 对 这个纸把它稍微再擦过 对 好明显喔 而且其实我们都没有冲水 对 手也不会摇手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餐巾纸上面 就知道它原来有多脏了 对 好不好 好 没有看过还不知道它 它很脏 对 原来真的很脏 好 菜姐这一块打开给我们看一下 对 好明显喔 很脏耶 对不对 对 所以可以继续努力好不好 好 对 好 这个罩里头要让它能够成型 除了乳木果油在里面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这个其实它们也是最天然的一种捷径配方 其实我们先看一下中间这个部分 这个灰啊 如果在年长的 它们看到这个灰很熟悉 是 这个肥皂完全都是糊法 我们两个人在比上 它没有用任何化学 有些手工是要用氢化钠去做 其实这个实际上也蛮危险的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灰 这个灰呢最主要就是让我们倒入加进去这个油 很重要的一个灶化的成分 所以里面这灰有什么呢 是 有这一个芭蕉叶 芭蕉叶 车前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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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当地的植物 然后呢这些把它烧成灰 那烧成灰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将这个灰 这个灰里面呢我们要加入油里面 油进去 要加两种油 是 当地的野生的椰子油 还有最重要的乳木果油 这些全部把它加进来之后 它就变成了最天然的捷径配方 是 对 好以前呢这个恩琪啊说女儿啊儿子啊 你现在都会叫到身边来帮忙 学着虽然一个现在是四岁嘛 弟弟是两岁 对不对 都虽然这么小 但是当他们现在其实 都已经懂得跟人沟通的时候 其实你就觉得应该是要在身边 跟着他们 对 让他们也来学着做家事 对 但是你说你以前在清洁剂的挑选 你都怎么买呢 其实家庭主妇哦 要省吃点用精打系 所以都是大卖场 有促销的商品我们就买回来 是 那其实上面标示的可能也是天然的 安全的 但是实际上它的成分是什么 我们不太了解 没错 对那就买回来 让小朋友自己试试看 有时候有点不太安心 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我们今天既然讲到 要这样洗才静后 静后 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这个 很多的这种 我们对于捷径的一些概念 我们来IQ大检测一下 好不好 化学洗剂伤身体 经皮肤吸收 90%会累积在体内 这是真的哦 90% 这是真的哦 很可怕的就是经皮肤吸收 它比这个口的吸收 嘴巴吃进去的 还有可能有机会排出来 再透过皮肤吸收 是90%会停留在体内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化学这个污染 这个化学洗剂也会污染我们的环境 还有洗净力强就一定会伤手 对 今天我们发现洗净力这么强 伤不伤手呢 不会 因为我们先 从刚刚到现在都没有去沖水 是 可是你整只手它 它不紧绷 对 而且像我的手是很容易付贵手的人 那不能随便用那个清洁剂 是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好 它让我的手 一点都不会咬手 而且我们今天还让演言 对 这么大胆的 好像有点在玩那样子 是 对 还是很嫩 我们看一下妹妹的手好不好 她还是很嫩的 对 杨瓶你知道为什么她们的手现在都感觉还是很舒服吗 是 因为里面有天然乳木果油在里面 对 其实她们边清洁这些锅具的时候 其实也在同时保养她们的手 做保养就对了 对 所以手上 在清洁的时候不会像一般清洁剂会 会咬手的感觉 对 天脸的最后 但是洁净力就会差 事实上有很多说 好啊 要天脸 但是觉得每次的效率都不够 但是我发现今天用这样的洁净罩 效率非常好 我们来看一下茶壶已经被刷得挺干净的了 哎呦 有没有 尴尬 而且很省力 而且你说告诉我说 它这个还有抛光的效果 是因为它里面有什么成分 因为还有一个绿泥 绿泥 因为绿泥如果到底说明 它实际上是一个负电盒 我们的污垢啊 都是在正电盒 是 所以当负电盒跟正电盒 负电盒会把正电盒的这个吸收起来以后 自然而然就 脏的东西就被吸走 就会脱落了 是 好 一定要泡沫多 洁净力才够 今天其实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白皂 在刷洗的过程 它的泡沫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呢 它却能够把很脏污的东西了 做一个很棒的一个溶解 所以是妈妈最好的这个洁净的帮手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要来准备水 让大家知道说 为什么透过像这样子的一个乳木果油的洁净灶 虽然泡沫不多 一样可以把抹布洗得干干净净 哇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翁大哥 还有薇菜老师手上有两个非常脏的抹布 好 这个抹布也是妈妈洗洗刷刷 都非得经常要来做一个清洗的清洁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有特别提到 像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洁净灶 乳木果油的洁净灶 它的好处就是泡沫少 但是洁净力又很够 对 因为它泡沫少就会省水 是 所以我们现在好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好 我想这前面我们就先沾丝 沾丝 好 好 这一块我用 这一个我们刚刚用的白皂 对 其他也只要抹一些 好 那菜姐是不是协助一下 我们旁边是用像这种 旁边是市面上一般的这一个清洁剂 清洁剂 好 一样我觉得洁净应该都有机会洁净 是 都洗得干净 都洗得干净 但是就是谁呢比较省 对 然后谁的这个感觉呢 让妈妈觉得不是那么费力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大PK 好 我们现在看到菜姐这边 诶 我们菜姐已经差不多把 感觉上那个抹布已经干净了 可是呢 泡沫挺多的 对 其实我很怕这样的泡沫 因为你会一直沖不干净 那如果你平常洗碗 然后你有这么多泡沫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因为你会担心它是不是没有沖干净 你知道吗 以前啊很多的 我有认识一个朋友 他说他就是很害怕 那个泡沫没有弄干净 他每次洗完碗都还要用热水 在整个在烧热水去烫过 他才觉得安心你知道吗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翁大哥你也结束了 我也结束了 你也把这个抹布洗干净了 但是我们刚才用洁净罩来洗的是 上面一点泡沫都没有 对 是天然的 是 那他没有泡沫 他有办法把抹布洗干净吗 一样可以洗得干净 是 你可以看一下 我手头上这样这个 对 蘑菇跟刚才 是 完全干净了 对耶 真的耶 而且我现在手就马上有感觉 因为我刚刚刷锅子都没有这样 是 粒粒的感觉 对 可是我才用一点点这样子 一般的清洁器 现在手就觉得开始咬手了 对 真的有感觉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其实这个为什么叫做 天然环保的这个洁净配方 刚才我们的这个翁大哥有提到 车前草 然后可可豆莢 这个芭蕉叶 绿泥 然后野生椰子油 乳木果油 综合在一起之后呢 它的这个洁净配方 其实让很多人 其实你看泡沫的部分 你就为了要一直冲水 你就会花好多好多的这个时间 对 还有水费 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希望能够 能省则省的 对 但是呢 那个我们用洁净罩的来清洁的呢 哎呦 真的 都没有泡沫 那是水稍微溜溜而已 但是没有泡沫 你水一冲就觉得很干净 对 你这样泡沫的水排到下水道 其实是 也是污染 环境非常不好的 对 所以有这种化学洗剂的 是绝对是污染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这种安全天然的东西 排到下水道之后 没有污染 才不会造成我们这种二次 二次的一些这种伤害 对 对 好 那当然其实现在 其实他们现在这种乳木果油的延伸 在洁净的部分 听说除了有罩之外 还有喷的 对 听说每次使用前还要摇一摇 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色差呢 因为它这个是完全天然 是 植物去做的 对 那其实色差的部分是因为一些植物 它的成分 都比较比水重 会沉淀 所以它在静置以后 会沉淀在下面 所以要使用前一定要把它摇一摇 摇一摇 让它均匀 让它这些成分均匀就对了 是 那个效果 清洁效果就会出来 所以这不是三合一咖啡 也不是奶茶就对了 是我们最天然 这个环保安全的捷径配方 对 而且我觉得它很厉害的就是 一般我们要喷 然后要等很久 对 那这个不用等 我真的就是把它喷下去 然后也不用多 是 就这样喷下去 然后不用等就可以马上刷 不用等待 不用等 对 因为有些的清洁剂是必须要等到30分钟 对 那其实我现在在洗 这一块瓷砖相当油 而且我们不用戴手套 不用戴手套 对 而且刚才提过这里面有乳木果油 其实我一边做 清洁的这一块瓷砖 也在保养我的手 怎么说 因为这里面有含了一些维生素 有三个很重要 维生素A 维生素E 跟F 这是乳木果油 就是浑然天成的一个营养成分 是的 所以呢 我在洗这个 把这个脏东西洗掉以后 对 我的手虽然摸到这些清洁剂 但是我还是在吸收 乳木果的这些维生素 所以清洁等于像在保养一样 是 你可以看到 哎呀 趕快把那片子把它擦干净啊 这一半一半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凡擦过怎么样 必留很近 对 而且现在擦过之后觉得 哇 差别好大 而且很亮耶 对 所以其实它几乎是万用的 是 我们家里面任何一个角落需要清洁的 都可以透过它 就是灶类跟喷的 你自己去做一些搭配 是 好 真的太神奇了 这样洗 静后 静后 真的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回到我们间的延起加油站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对 还有刚才连我们的这个瓷砖那么脏 噴一噴 对 轻轻抹一下 是 就很干净了 对 所以其实乳沐果油现在真的是 可以说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肯定 是 那当然其实为什么它可以这么营养呢 对 我没有营养来形容它 其实它在这个非洲人 甚至于让它来抵挡赤热的阳光 對 它這個部分就是很棒的天然防曬 它可以隔離紫外線 所以你會發現當地的人 我發現當地人都沒有脫皮曬傷的問題 因為他們常常用乳木狗油來保養 而且我發現其實那邊西非人 不只是說非洲人 他們其實有時候皮膚都蠻好的 非常好 黑筋 黑筋 是 都很漂亮 所以你說乳木狗油 剛才為什麼可以潔淨還兼保養 因為它有維生素AEF 還有高達15%不可造化成分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部分簡單來說 它是可以當一個隱形手套 就是你抹在手上的時候 不容易被你一般的水或是東西給抹掉 所以你抹在手上以後 變成一個隱形的手套 是 好 所以它的運用這麼廣泛 對不對 你看現在的延伸 有像這樣子的一個潔淨罩 然後呢 也有像這個噴的液體的 液體的 這個就是隨我們所需要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心得 當然這個的話就是全身的保養 就全身擦透透都沒有問題 對 那像這樣子液態的潔淨液呢 跟這樣子的一個罩 我們怎麼去做運用呢 好 跟大家這個部分 罩的部分 你可以 剛剛我們看到洗鍋子 其實還有我們一些比較髒的 對 白色的衣物 那是臭襪子可以嗎 喔 尤其是白色的 是 效果非常的好 衣領 衣領 對 還有袖口都非常好 對 那剛好 楊明也講到 你說這個是我們提到是天然的 對 所以我們對一些貼身的衣物 去處理的時候也非常好 很安全 對 對 我們內在美啊 是 這個真的是貼身的一個衣服 非常重要 那我們在這一個液體的部分 就根據譬如說在一些比較不好 碰到這些清潔劑的地方 譬如說這個瓦斯爐 還有抽油煙機 這些還有我們的馬桶 微波爐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剛才講 微波爐一些小家電 小家電的部分 這個我們剛才提過是天然的 所以你在洗完之後 你不用擔心說它殘留任何化學的東西 是非常非常安全 所以像我們有一些那種什麼 麵包機啦 烤箱啦 微波爐 那個都是直接跟食物做最輕易的 就不能拿去沖洗 對 像這個東西就是噴一噴 然後把它擦乾淨就可以了 對 而且不需要等待 是 所以你噴上去以後 它真的都接觸到你要清潔的部分 就可以開始擦